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起飞了吗?那我们走吧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些重要的信息 在登记牌里面需要知道哪些信息呢?那我们一起来看吧 首先呢,我们会看到旅客的姓名 接下来呢,从什么地点飞到什么地点 比如说这个例子是从曼谷到新加坡 接下来是航班号码 这里的航班号码是BC413 接下来呢,是登记口的时间 10点35分 接下来,登记口号是C7 最后的是座位号是47A 可以帮助您知道在飞机上可以坐哪个位置 所以这些重要的信息可以在登记牌看到 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以下重量称词 说救济中的爱情 这个歞是 那就是�f谷到新加坡之后 这就是暗 flu下 gusto AC414分 这个故事也说呢 Our班房才对付出网位 чтоб说室内还没有 现在我们一起来 学习在机场场间的一些对话 开始吧 早上好 麻烦看一下你的登机牌 当然可以 谢谢 你的航班号是BC413 你的登机时间为上午10点35分 你的登机口号是C7 你的座位号是47A 好的 谢谢你 跟我一起来学习一下重要的对话 早上好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登机牌吗 您的航班号是 您现在登机口登机 您的登机时间是 您的座位号是 早上好 麻烦看一下您的登机牌 当然就这个 谢谢 谢谢 您的航班号是BC413 您的登机口号是C7 登机时间为上午10点35分 您的座位号是47A 谢谢 谢谢 请问C7号登机口在哪里 C7号登机口就沿着 这条索廊的左侧 您会看到标志指引你去那里 明白了 那我应该什么时候到达登机口 请在上午10点20分之前到达登机口 10点35分开始登机 太好了 谢谢 还有什么我需要知道的吗 有的 到达登机口之前 请准备好你的登机牌和身份证件 另外请留意有关您 旁边的任何通知 好的 谢谢你的帮助 不客气 祝您飞行愉快 跟我一起学习一下重要的对话 C47登机口位于这条走廊 您会看到指示牌 请准备好您的登机牌和身份证 请留意有关您航班的任何通知 祝您飞行愉快 请问 我不知道我的登机口在哪里 好我来帮您 我看一下你的登机牌 你的登机口号是C7 请沿着这条路向左锁 如果您想留意更多信息 附近有一个信息台 请咨询那里的工作人员 谢谢你 不客气 跟我一起学习一下重要对话 让我来帮助你 附近有咨询台 你可以和那里的工作人员 再确认一下 对不起我对我的行程有点困惑 您能帮我看一下吗 当然可以我看一下你的登机牌 您的航班号是BC413 您的登机时间为上50点35分 您的座位号是47A 您的登机口号是C7 那请问C7的登机口号在哪里呢 C7的登机口号就在前方 然后在你的左侧 您会看到沿途的道路 那什么时候应该到比较合适呢 请在上午10点20分之前到达 以免不会错过一些重要信息 C7的登机口号附近有没有洗手间呢 有的 当你走过C7口号的时候 你会路过左侧的洗手间 好的非常感谢 不客气助您飞行愉快 比赛 市场新型尋序有效果通 师父母是会建成功的 地产营音宁 在这些设计节省 科医辑9 女的手勒 成统和信心 希望部分科的东西 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您的多温馨 慌慌ว่าบทเรียนในครั้งนี้ จะ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สำหรับผู้รับชมทุกท่าน ขอบคุณและสวัสดีค่ะ ขอบคุณและสวัสดีค่ะ